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李淑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曾经大涨 大涨到9,415点 收盘整个龙头型的全资个股的压回 中场上涨了395点 收在9,285点 其实我今天要探讨的议题 不是来自于台北股市的大涨 我今天要探讨的议题是 这个时间点到底要不要卖股票 我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是 假设你在最近有买股票 你已经赚钱了 这个时间点要不要卖 它会出现一个很大很大的纠结点 因为在之前里面 你可以发觉到只要急涨 急跌 你没有反向操作 这个盘你今天不卖 明天就直接开低种地了 所以在今天 在这个时间点 很多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都有这样的问题 到底要不要卖股票 其实在今天 我看完整个盘面上面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赚钱的股票要不要卖 但是我最后的决定是 其实可以再等等 那为什么我会认为可以再等等 我从几个想法跟我的规划上面 来告诉大家 当然我不一定对了 但是我会从我的想法跟规划 来说给投资朋友听听看 台北股市在今天 它出现了惯性的改变 在之前我们都跟大家讲过 台北股市在整个之前 它是来自于抢什么 假设你是做多 你是抢负乖离过大的跌升反弹 你要当冲也好 或是隔日冲也好 都是如此 那假设你是负乖离的跌升的反弹 当然你今天可以卖 你是这样的思考 你今天可以卖 你明天也可以卖 但这个盘面上面 真的是如此吗 它好像并不是如此 那我从几个盘面上面给大家看 第一件事情 大家应该知道 昨天的道琼指数上面 它是在创新低的 可是如果我们来看 跟台湾连结度比较高的 叫做废半的指数 在道琼连续创新低的时候 整个一个废半的指数 它出现了什么 它出现了三日不再破低 三日不再破低 就技术面而言 它会有个跌升反弹的机会 整个一个道琼 它就是不断不断的 再去做什么 创新低 大家再看一次 道琼创新低 但是废半的一个指数 它并没有同步去创新低 也就是说 跟台湾连结度最大的 一个废半的指数 它已经三个营业日 它并没有再去创新低 那第二件事情 我的考量点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大盘的走势图 我们在昨天里面就跟大家讲 你可以发觉到我的标题已经又不一样了 我认为台北股市 我昨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告诉大家 跌升反弹的第一只脚或是第二只脚的操作的逻辑 所以我既然谈到是第一只脚或是第二只脚 那我认为台北股市应该有机会去做一个打底 测试底部建设的阶段 它并不是在不断不断的去做一些不断的破底的空方式 所以它极有可能在这边里面去做一些的打底 那你来看 在这个过程中 它历经的融资大降了300多亿 它历经的外资不断的卖超台北股市 那10年线的超长期的投资不用讲 你如果有在10年线之下 你去买股票 你在今天只大赚小赚的问题而已 那重点是你要不要卖 我觉得才是一个重点 那我已经说过 观察五日均线何时站稳三个营业日 个股它也是一样 那你来看在今天的台北股市 它虽然在今天里面出现了上限 你有没有发觉到 在这一波以来 这一大段 这一大段以来 你有哪一个眼睛看到 它曾经站上五日均线过 它没有 今天是第一次它的惯性的改变 那它站上五日均线的意思是什么 在这五个营业日里面 你去做买股票呢 你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从平均成本上面来看 应该是可以赚钱 我说这一周里面是可以赚钱的 也就是说它是第一次出现 你在最近里面做多 你有没有感觉可以赚钱 如果你昨天去追空 你有没有发觉到 你今天是赔钱的 那这是第一件事 那你会问我说 可是我怕的是台北股市呢 你看在之前里面大涨你不卖 你都会下来 可是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强调 这个红棒跟这个红棒 最大的差别点在哪里 这个红棒它没有过五日均线 这个红棒它过了五日均线 而且你来看整个看清楚 把它放大给大家看 你是第一次有效性的五日均线 在明天它会扣抵到本坡的最低点 就是8,523点 除非你认为明天里面一天之中 又向美国股市大怒神 它会再去跌破8,523点 否则这个五日均线是不是要走平 甚至翻扬向上 那就代表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 它应该还有空间 虽然我这边里面的讲法 会大家市场上面悲观的气氛 会不一定认同 但是技术面它就是这样子告诉我 筹码面上面就是这样子告诉我 其实台北股市 虽然明天会因为五日均线 明天如果美国股市涨 你开高你会有个五日均线的 乖离的开口 但是它只是短线上面的涨多的震荡 或许明天会因为五日均线 短线上面涨多会震荡 明天再大涨 你不要去做追高 它可能会有个回撤的动作 但是这个回撤配合到我现在说的 你认为这个五日均线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站上这个日KDA指标 现在才正式的开口 往上去做开口 那它的反弹上面来讲话 你说一个弱势的反弹 它也会到指标50 台北股市的压力线 五日线之后就是这一条月均线 那你说有没有一定的空间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一次里面 不一定要做得这么的短 要当日冲或是隔日冲的原因 就是台北股市它应该还有一些的空间 反弹第一只脚之后 打回来如果能够站稳五日均线 它会再往上 它会再往上 你第一只脚的目标先看月均线 我会建议你第一只脚的压力 先看月均线 因为这一条月均线 它会配合到这个最大量 这个最大量来讲 就是在9600点到10171点 那配合到月均线 这边的反压解套性的卖压 才会比较大 才会比较大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再来看 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台北股市 在今天你会觉得说 可是在今天很多的股票都涨 明天的空方的势力里面 它会出来都可以空 你也可以去冲 那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其实市场上面的多 或是市场上面的空 本来就是要看势力上面的扭转 假设它做空 它空得下来 它做空都可以赚钱 那就是这个台北股市的 空方势力里面还没有下降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一定还是很多人想要去做空 如果空不下去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盘面上面 本来就是要借助 这个多空的势力在明天 它会比较正常 因为今天有600多家 它平盘下不能放空 那明天 它的整个一个不管盘下 不管盘上都可以放空 因为今天涨的一个股票 非常的多档 今天涨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得出来高达多少 高达1000 将近1800档 1800档 那就代表 大家都可以空 那如果你这样空 你顶多是一个五日均线 正拐力太大的短空 短空 也就是你空 你赚的比较少 或是你会被强势股嘎空 那我就觉得这个盘面上面来讲 它的多方的力道就会增强 它就会增强 所以我从这个盘面上面来告诉大家 10年线之下 你的超长线的投资 一样你就是逢低不群 那我们在昨天里面也跟大家讲 你在整个震荡测试低点的时候 抢跌升反弹 就是抢短线上面的强股 那越强的股票呢 这市场上面就是很奇怪 它越会空 越会空 那如果你敢做嘎空的一个动作 那才代表这个市场上面 你的多方的力量 慢慢去做集结 你多方的力量慢慢去做集结 你才有机会去反抗空方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 我现在不会说 它是一个V转 我不会 但是可以去把它一个规划上面而言 它称之为什么 反弹的第一只脚 那既然它是一个反弹的第一只脚 我就跟大家讲 抢短线上面的强股 我在昨天就跟大家讲过了 不管是所谓的一个IC设计 PCB PA的部分 那散热的部分 它是比上个礼拜四更早 它去做落底的 可是你没有发觉到 在之前先涨的 你的跌幅没有那么的深 你在礼拜四之前就见到低点 你这一步的上涨 你已经涨过了月线 你已经涨过了季线 今天它涨幅就不太大 它不太大 为什么 因为台北股市要V转的 可能性上面比较低 所以那些已经做出第一只脚的 你要买 你要等到 你现在先抢跌升反弹第一只脚 那拉回的时候 拉回的时候 这些已经第一只脚完成的人 它会比较快去做第二只脚 你再把资金抽过来 去做一些完成底部 第二只脚的一些的个股 这样的资金上面来讲的话 就比较有效性的运用 那为什么我看它是有机会 从月线的一个角度上面 应该更有空 还有空间的原因 我们来看几个 比大盘在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 是台北股市的最低点 8,523点 我们来看几档指标各国 先行台北股市落底 而向上冲的股票 它有没有都过月线 我看起来都有过月线 举例这样623你的操纵 它先过了 看到没有 这条绿色的线 绿色的线就是月均线 它过了 它这个幅度上面而言 当然就是第一只脚 这样V转吗 我觉得相对的比较困难 可是你看它打回来 打回来的时候 我们来看它的月线扣的位置 是在这里 它随着时间的过气 它会很快速扣这边 也就是说它会比其他的个股 更快速的月线跟五日均线 黄金交叉 那个时间点你再去做买进 那你现在 假设你的资金上面是有限的 我说就是兵分两路 一个超长线的 十年线的一个投资 一个是第一只脚的 极短线的跌升反弹 你就是抢强股 你就是抢强股 然后这个部分 你再去做一些的操作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台北股 是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强涨的一些的个股上面 要么就是人气非常活泼的 不然的话 它就是跌很深的个股 它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台北股市这第一只脚 一定要先由跌升的个股 去完成第一只脚 然后让那些先涨的个股 去做出第二只脚 那这样台北股市 才能够慢慢慢慢的 雨过天青 然后整个走势上面 是比较好的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投资朋友你问自己一件事情 假设你都有在十年线之下 如同鼠方说的 你就把资金切割 你就去买 到今天是不是你赚多赚少 大部分都有一层 都有一层 那我就问大家 十年线的超长线的投资 是不是人性之中最难的一件事情 它最难 为什么 你赚了一层你会不会想卖 你会想卖 我说股票套牢了 不是问题 股票套牢了很多人就会爆 赚钱的股票不卖 你想想看 那是人性之中 多么大的一个考验 它就是如此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时间点 在今天里面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是来自于赚钱的股票 今天要不要卖 可是大部分人的回答 都会说卖 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可是我仔细来看了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的一个格局 我说第一个 费办三日内未再破低 第二个台北股市 第一次站上了五日均线 代表这五天以来 你放空的人 你并没有讨到便宜 这是一个惯性的改变 第三个日KD指标 在这个时间 才刚刚低档交叉向上 它并不是在相对性的超买区 然后再过来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五日均线要扣低 那月均线 它相对的一个空间上面来讲 还在上面 还有空间 所以就告诉你说 台北股市其实都有一定的机会 只是你能不能够冷静下来 去做一些的看待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个人认为 观众朋友 你自己去想想看 如果你的中心思想 你是对的 你所有的理念 先从投资的角度 去介入到整个台北股市 十年线之下的超长线的一个投资 我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最低点在哪里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十年线之下 最低点 一年之中都会让你看到 那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过度的一个 随着市场上面去做起舞 真正在十年线之下买到的人 报十年能够有几人 很难 不要说十年线的投资有多么的困难 光是你在最近这一周里面 你买的股票 你在今天不去做卖出的动作 是不是也很难 它真的就是很难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有时候面对一个大危机的时候 它会让市场上面脾级太来 它也会让市场上面 不同的一个风貌 那明天里面来讲的话 或许很多的个股上面 会因为五日均线的正乖离 很大的震荡 但是如果拉回的幅度里面来讲 不是太深 那就代表多方的势力在上升 那大家去空的 都去空强势个股的话 或是观众朋友 你喜欢做空 你会发觉到 假设你发觉到 你现在做多 比做空容易赚钱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你也要角色上面的转换 在市场上面多余空 我都尊重 可是你一定要去留意到 这些的现象 因为外资 它不断不断的进行什么 进行套利的动作 我说这个套利的动作 它已经把期货的多单 拉到很高 如果它有反手买进现货 期货选择权 现货市场上面 同步做多的时候 你要懂得 它整个在这个格局之中 它会完全的改变 今天我并不能够判断 因为今天很乱 很乱 尤其主比交易之后 整个市场上面还在适应 所以我并不能够知道 外资已经现货市场上面 卖了还是买 看起来应该还是卖超 看起来还是卖超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你可以采取到我说的 明天 扩大五日均线正乖离 不追高 但是未来里面 如果量缩拉回五日均线 守住了 在五日均线之上 三个营业日 它又守住了五日均线 那你可以去做进场 因为我认为台北股市第一只脚 随着日KD的一个反弹 跌深的 或是整个跟长线上面的覆盖离 它其实还有一些的空间 所以这是观众朋友 你要留意的 唯一的部分就是 短期之中 你的月线的反压 很难 仍然很重 月线之上 我就不建议过度的追高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里面 大家都可以发觉到 超长线的十年线的投资 你的一个中心施奖 从投资来看 你已经成为短线上面的赢家 五日均线站上了 日KD交叉向上了 整个废半的一个指数 三日内不再破低 它也是一个新的机会 跌深反弹的开始 所以认同鼠方说法 跟讲法的一些投资朋友 要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十年内我征服过两百多多站 这是俄罗斯 十三年内我去过十几个国家 十六年了 我工作十小时没问题 糖尿病照顾好 人生一样很美好 两百位医生与糖友推荐 喝完膳 贵格完膳 符合五大国际机构营养建议 三十多种均衡营养 六大管理因子 启动身体稳定极致 而且不甜 贵格完善 糖尿病无糖配方 泳城国际投顾 笔直诚信 专业 客户至少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抵抵硬软体设备 支付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用精益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你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你用投资的不二选择 泳城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泳城国际投顾 入位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内油精清凉碗膏 凉凉舒缓头痛 我们渣 要用哪种空调啊 当然要用 日本富士通变频空调 在日本好多人用哦 空调新时代 节能舒适 富士通 ありがとう 省电舒适耐用 日本富士通变频空调 ありがとう 富士通 内油精清凉碗膏 凉凉舒缓头痛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提醒您如果接受居家隔离或检疫 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应与家人住不同房间 生活上应保持一公尺以上距离 二 常以肥皂失洗手或使用干洗手液 三 尽量避免用手摸眼口鼻 四 万一手部接触到呼吸道分泌物 务必要用肥皂及清水彻底洗手 五 除自己应戴医疗用口罩 同住者也请尽量戴口罩 提醒居家隔离或检疫民众 不可外出 早晚量体温 并确实回报卫生单位或理干事 违反相关规定 最高可处100万元 并取消领取防疫补偿金 请大家给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亲友 支持与鼓励 这一棵树发出的声音告诉我们 这一棵树生病了 树健康才能够保护我们 这个也可以保护我们 大自然需要保护 我们也被大自然保护 进度念子安 琵琶润喉糖 甜的那种厚 酥香菠萝皮包裹多层次的美味 精致口感无可取代 统一面包丹麦菠萝可送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这过程之中 为什么我认为有趁震荡 测试低点打底 进入到一个建设阶段的一个时间点 我在之前跟大家预告 我认为3月4月是疫情 就是新冠状病毒最高峰的时候 它不是未来里面来讲 它会消失 但它会从高峰里面 慢慢的去做下降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大陆的股市 以上海中和指数 它最低是2400多点 到目前为止 它有破过低点吗 从新冠状病毒以来 它都没有跌破低点 第二个 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过程之中 在最近 我在之前跟大家谈过 川普的防线 川普的防线 川普基本上 他是在19000点 19000点附近 他开始竞选总统成功 也就是说 他在今年的11月份 他要选总统 那你就可以发觉到 到了19000点 到这个以来 你有没有发觉 他用很多非常极端的手段 譬如说 无限量的QE 他说他就表示不好 我跟大家讲 现在就是要这样子 因为新冠状病毒的部分 在需求的部分 你要到下半年 你才是去做决战 现在大家都锁国 封城的时候 因为就是要现金流 你就是不断不断的 要刺激现金流的出来 那你刺激现金流 你在最短的时间点 把它控制住 然后你用很多的手段 川普就是美国总统 他就是很霸道的一个人 你可以发觉 他每一天都要发表言论 每一天都发表言论 那在整个这个时间点 他在昨天也讲了 美国已经有新冠状病毒的 一个疫苗 注射到人体的实验 当然距离大量的生产 要一段时间 可是你不要忘了 另外一个 叫做中国的部分 他早就比美国 更早一个礼拜 他宣布 他已经把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注射到人体上面 所以为什么这次的疫苗 它能够这么快的一个产生 就是我跟大家讲 因为他之前的序号 跟SARS很像 所以很多治疗SARS的药 也拿来 伊波拉的病毒 上面的药也有效 劣迹的药有效 可是你现在要去买这些吗 假设这些药都有效 艾滋艾滋的也有效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 你为什么要这么担心 我说疫苗的产生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所以你不妨把整个一个 所谓的在这个时间内 这些人拉回 拉回来什么 你看你台北股市的一些各国 从高档到低档 有没有跌四成以上 比比皆是 跌四成以上的 再过来 它在短期之中 礼拜四 先抢礼拜四 没有跌停板的 然后礼拜五的高点 大过礼拜四的高档 那在最近里面 你再加一个 再去抢什么 我说就是抢强股 你就是敢去跟空方对抗的股票 如果它的融券增加 股价续强的股票 你就再抢 就是你要做十年线的超长线的一个投资 你就逢低布局 你的一定要精神分裂一下 逢低布局像这种盘就不追高 但是你要做短线上面的跌升反弹的第一只脚 就是抢强股 就是抢跌升 就是抢能够去嘎空而架强的个股 就是如此 因为你就是要跟空方势力去对抗 才能够完成这个顶型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 它慢慢的在极短线上面 新的机会已经开始了 超长线的十年线的投资 早就已经开始了 危机还是转机 来自于你的资金的规划 来自于你的操作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要做短或做长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